起立 起立 請坐 各位同心大家平安 今天要說 第四王條第三集 第四王條就是 二成功 只要說一個時間 1661到1683 這樣幾年 我跟你說 算歷史不可以欺負 要前幾年都算下去 前幾年都要算下去 一二三 二三 二三三年 哪有這個王條 哪有這麼低名 哪有這麼低名 今天來講他的原因 這個王條在台灣哪有這麼低名 這是我的名 我在網路發表 一家一百萬錢 讓人看免費 為什麼要叫人 看免費 因為我現在台灣歷史 不是要為賺錢 要叫台灣人 自己的歷史 讓你知道自己的 也有資料 但是 去網路店頭 比較矯鑽 人 我們以前說 最早進去 這時候 在他家裡 最早進去 叫做庭 下命令的台取庭 但是這個命令 沒有執行 庭庭換下來 庭庭換下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有一個叫做庭台 庭台是庭行公的額籍 他做副官 什麼叫副官 副官就是財政部長 在乡部队关到三海五大城 在乡条是生理的,要在乡做生理的 三海五大城,三城本座金木水黑土 五城,以杭州为重心 海上,凌亿类地形,会问为重心 这个地台,在这个建管争夺的时候 驾的日本,三十万七千牛群 现在同样,现在国民党的官员都在驾的海外 这个就是三十万 我在说以前的故事,就是说现在的故事 把这个副官,这个雷拿出来说 就是说,他驾的海外,驾的日本 有三十万七千牛群 为了这些钱,买到很大的增值 虽然之前说在台湾四季,但是在京 还有部队在中国的药盟药盟药盟一带 一六三年,在台,刚才说的那个副官 他让他们,让他们带人 在台湾的修理,带小孩,全粗瓦盟药盟 里面在土,里面在修建 在王朝来到的那里 所以在京地金門的海上的事領,順勢超過一半 自己在台,自己在台 1663年,荒蘭人10月 荒蘭人退出台灣是1662年離家 離家退出台灣 當年很不一樣,回來了 跟完全合作 為八十月,八十月就是現在 荒蘭在印尼的收到八十月就是 雅加大,派軍隊 大春16世,兵2600名 對京門的門來見 還要收回台灣 他還要收回台灣 在海建中 有看到雄鎮金門這台是 他想說是叛將 鄭明俊 就是鄭泰的收睇 全力攻擊 但是 哪會知道這個 這台大大春 去給萬千的一個大冬 馬德公 我還要做准長 我還要來坐 再拍到這個馬德公 這場就是荒蘭人圍 荒蘭人跟萬千的兵合作 這場就是荒蘭人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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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蘭人圍 或是荒蘭人圍 這場是荒蘭人圍 最重要的地方 十手 劫秀銅散 六十年四個粹 脫下 USD 台湾 他有一些战芽 背叛啦 背叛 背叛离间 因为里面有台乱 背叛 说得简单的是 所以当时 这边叫做台湾 叫做东宁王国 譬如 这个所在高隆书 今天会问在这里 他们在这里在前 拿来台湾 在成功地 一六一年 四个三十 出兵打台湾 五个省占 Provincia 恰抗什么 现在的恰抗 那省占 不是省去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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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landia Zilandia 就是现在的 现在的 沒關係 恰抗 恰抗是在里面 恰抗改成成天府 叫做东宁 那摄一户 两块 啊 这个 热兰折成 就Zilandia 买去改 做安平庭 那怎么改做安平庭 他说是安平的人 所以 这个安平 这个名字 是 自成功 改起来的 是这个所在的安平庭 两块 那时候 台湾部队两块 天晴 天晴冠 到万年冠 这就是 家宜一带 这红山 一个南一百 另外 还有一个澎湖 安辅斯 骰抗很重要 骰抗是 在原调的时候 就有援兵住在那裡 但是 没来台湾 所以骰抗是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啊 一六六十五年 三个 已经逝去 中国后 来台湾 啊 中国东宁 叫台湾 所以叫做东宁王国 本来是叫做 当都嘛 有一个古早 古早伪叫做 咀嚼奇奇奇 当都看来去 来去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不用短刷这么厉害,短刷其实很厉害 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当党 那时候,外国的文书叫做台湾王 The King of Taiwan, TYA,不是TAI喔 台湾,这是台湾发音 你就知道说,当时我们在台湾,我们说的国务就是全首位 叫做台湾 这是一个证明,我用英语来证明 西方历史对丁西方历史的迅说比较详细 因为他跟西方接触比较多 行政区,一副两举三丝,这说明说,没关系 还有一个叫做丹英华 这个人很重要 这个人就是,我们知道昂盟天地会 鸿门天地会,我们都叫做外省半括 其实是由台湾发电出来 谁人发电?丹英华 就是丹英华 他做总制 就是说做丹上就对了 丹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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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所以东宁王国 东宁王国 城什么样 不是说鼻子怎么样 这不一样 这就是有进步 东宁王国的东西开发 是只有西部一顺 我们看这个鼻子上的围图 就是说 其实只有这个西部 这个平原有开发 就是这样 那其中一位 都没有开发 吼 南部是併併 一些原住民住在那儿 併併说 和原住民住在那儿 没有人穿着 通宁就对了 臺灣 由于中国文化和经济 东宁王朝 六历四年到到166年 年时 大风收 建立學校 親家派遵去賣各港口 各港口我們會記得 上會就說 中國沿海 沿海 會被高姓 30法律裡面 手上都給他 湊印上 都不能住人 這是萬青的計策 他就說 我如果沒有手 沒有供應給你 你這個廷仙公的孫 派去 你就自然別忘了 結果人是 我們就去中國買 去菲律賓賣 去日本賣 去印尼賣 很多人買手 所以說 各港口買尊療 這些東西 所以正在台灣有出產糖 那糖 因為 讓人來台灣之後 開始把那個甘蔗 帶來台灣 台灣種甘蔗 所以出糖 鹿培 鹿培本來台灣 就是出產鹿仔的地方 因為 我們台灣人台鹿仔的方式是這樣 今天 我們這座 這座 雖然說 有二十號 五十號 看到一堆鹿仔 我們就去印 打死一隻 哇 很高興 村子都 九十一期了 這隻鹿仔 大家來吃 只吃這隻鹿仔 大家很高興 明天再欠 明天再來 再來一隻 如果中國人 看到不一樣 這二十隻 把你撞 射到他 撞台 一邊 就 好 好 所以 所以 台灣的鹿仔 吃不完 沒受 這個 奧文化來 之後 這個鹿仔 賣得不好 去 去日本 買銅炮 窩刀 鎧甲 製造 勇力錢 還有去旋爐 旋爐 旋爐 就是泰國 膠子 東京 膠子 才開始 現在外南 外南 那個地方 東京 就是日本 做生理 台灣 日盛 日盛 盛於中國 台灣 今天 平常 中國 更讚 你要知道 說 東西是這樣 現在說 時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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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本來是 以前說的 補充 也是 很熟台的人 有一輩 去熟台 是 叫他 打到一段 球 打不去 以前看他 我來打 砰 砰 砰 我就去了 一條球 你就這樣 打 我現在打不去 所以 就 以前看不去 還有一回 以前說 一個 補充 翻到一條鎖 走去 時隆 的軍 裡面 在時隆補充 時隆看到這個 抓起來就抬 你抓這個人 不可以抬 他贏 他贏了 抬死了 抬死後 突然說 起一個 我叫你不要抬 你怎麼會把我抬 抓到滾 滾在哪裡 那時候又不一樣 滾在純村裡面 滾在純村裡面 那時候 有人 那時候 有人來拜訪 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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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後 時隆就很高興 香港很高興的民宿 因為 滾 滾 不止滾 滾 滾 他們老婆跟他們大兄 三個人都滾 很高興 跟這個 個人說 啊 那 丁仙公只要扶我 扶我錢 扶我 扶我買那個 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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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出來 那些就給他出去 其實他轉落跑 時隆轉落跑 他們老婆跟他們大兄 轉給丁仙公抬死 這怎麼可以給他落跑 所以 時隆跟丁仙公 結婚收 就是這樣來的 好 他要來 完全 就是利用 利用這個 人生公的保障 要來台台灣 第一次 但是 金康修 剛才有洪台 沒辦法 剛才有台風 洪台 沒辦法 啊 168年 時隆弘調去北京 為來台神 這個時候 潦倒不堪 甚至 要靠姻母 去做女弘 就是 替人替衫 來過一世 這時隆弘 落魄的時候 受重視的時候 啊 啊 這個就是 國民都不敢說 啊 怎麼不敢說 年經有 反攻大陸 結 因為就是 體重來台灣 不對 啊他反攻大陸 反攻大陸的時間是 一六七十年到一六八雄年 差不多 前後七年的時間 五三鬼 尚可喜耿金中 有一個叫做三凡之 亂 啊 我不行跟他說三凡之亂 亂是你騎的 萬一有人 入住說 啊你把亂的 啊我們就說 三凡抗青 那自己哪有 自己委呈自己 先嘴巴 啊 所以三凡抗青 我們的 寇分 都審不到 五三鬼 邀請 邀請 政經 用過水師 用過海軍 來支援 啊 鄧金中說 沒關係 你來喔 將軍 兩戶 沿海 給你 在京來營 啊 所以各地 簡便返青 就是 每個都 簡便返青 就是 怎麼要簡便 我要控青的時候 我怎麼就 流到那個 頭上不流 就把他趕回 控青了 但是 但是 在京 派去 中國的那個 兵馬 人所救 還有 日日日日 啊 鄧金中看到 看到 叫他這個人來 到林鄭小前 鄧金中看不見 看不見 下令 不要跟京廣東來 京廣州、江州 找蘇兵 啊 京廣東來 講 鄧金中的統安 欸 裡面自己照台 本來三返抗青 現在變成自己台 自己啦 自己台自己 吳三貴就來調停了 以封庭為戒 這 這個地方 你們兩個 抗青嘛 不要互相修台嘛 啊 這樣說 會互 可以 所以一六七六年 三返抗青 會 自治 自治就形成了 行成 你要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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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 東陵王國 八起來就是更多的地方 這個時候 在頂組有一個修長 劉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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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我來 這個 廣經這篇 就跟廣經這篇講 其實 頂組是個封 這個 這個 應該不可以去 去檢 這是更多的地圖 你不要去去檢 但是 逢習犯 逢習犯 這個人要注意 這是台肝 他說 得慈祭慈 食不可思 這對一竅就是一竅 是機會不要失去 你自己台 賺北來的 你不是台外面的 你不是台外面的 你不是台外面才對 台裡面的 你一竅就一竅 就這樣 所以 出兵取丁州 哇 這個時候 以借到丁州到江西為由 丁、張、全、興、少、曹、惠、欺負 及金門、廈門、兩島 這都 不是去這個 帝京的勢力範圍 所以帝京這個時候 是上翁的時候 但是 上翁的時候 這個 庚金中 裡面也有人鄉親 來到政經求援 政經賺這個機會 就是來打 庚金中的根據地 他沒有那個三藩抗清的屬性 他就想說 我多佔一寸 多佔一寸好 全 全就佔這個庚金中的根據地 庚金中 沒辦法 再度消化 還有一面 鐵頭到鐵了 還有老頭上要到 鄉親 這三藩抗清全破裂 破裂 所以 很快就 五父 都失去 這庚金 庚金 庚金 處理事情處理不好 另外 馮汐範 這個意思 尾縮 震軍 就 氣 少武丁州 潮州 潮州 也失去 董太夫 仁怒 就是 庚金 叫你賤 賤也不贏 你這樣 怎麼可以 所以 二家二落 一六 百空年 二家二落 兵敗反台 這反共大陸 沒有性 沒有性 沒有性的主要理由 就是自己 戴自己 不知道在戴什麼 不知道什麼意思 但是 那都是 屬性 他 眼睛不看 看肝 我們有說過 一六五七年 在說 他還要 挖住的時候 下令 完全下令 明令 接港 福建 港南 山東 天津各巡府遵照 他 跟海賓的居民 牽餘內地 海賓不能住人 都牽去內地 牽去內地 設防守 片板不許下水 就是說 你一村坊 你都不能漏水 他 聽說 事實上 寇無所料 這 教徒 沒有辦法 來 去想 聚人 十盡 鳥獸 散衣 就是說 之前說 這不是要打就要贏了 我們把 把沿海30法律给他抵出 人家把他牵在里面 但是这是优势以来 和民族死最多人的这边 这死都没人要自己记录了 像我们的好兄弟,死的路边的 被人带死 都没自己记录 这叫做好兄弟 好兄弟,全省有一千多公里 那沿海30法律算 就是说虚地一万八千平方公里 五省就虚掉九万平方公里 这都是沿民族生活的精华区 我们台湾连三岁算了三万六千万而已 那他虚地九万,那都是可以去 抓河的做盐 那中国缺沿,缺到现在天堂,来给台湾买盐 买几几的盐 中国要来给台湾买盐 他这个好兄弟,短收入几千万 村里的人要来分担 台湾买盐 就是说我贪母的钱 你怎么会跟他分担 意思是一样的 庚长生一生抛弃 三十余万两银 这就是有一个记录 让大家知道 这东西的 刚刚我念的一首是 就是,戚过戚戚戚戚 当渡看来去 来去,我们有母 不用断山,这么艰苦 母是什么意思? 母是太太,来去我们有母 其实戚都打母 这参生一个行事 什么事情 我们汉林在岁台前,来台湾,专与彭博族的女婚结婚 所以我们的血统,百分之八十五,林玛丽说我们是彭博族的血统 我相信林玛丽的客户是政客的 我们台湾有说到陈永华,丹英华 在京知识,在京拜作老师,他23年而已 在京反共大陆的时候,陈永华在台湾供应所有后续的资源 都陈永华一手负担起来 人、兵、后勤资料、物资都在供应台湾 后来的人纪念他,創一个大陈永华的神像 这个是,给大家看这个 这个期间,我们来说好好的 他说招呼 他说招呼 招呼 他招呼最成功就是把庭子梁招呼过去 兵、丹永华世 结果,当年,十七年,有一些 他才一口 大伯的,大伯的到盛晓 做一份鄉太太的事 做一份鄉太太的事,在北京那裡 以前說,是王國仲賞 後決處子 十年裡面有五十多名的青將 二十多名的官員 來向,他想,想得很重 欧雄在唱人 欧雄在唱人 青方是假想,待想,又想,破想 人生說,這邊的對策是 有府必談 你要來跟他講,我來跟你講 談而不就,但是說,絕對沒有成就的 不計不理 不然要跟你說賣 不然要離開 就是你要來跟他講 跟你說,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什麼 絕對沒有什麼 跟你拖 跟你拖拖 跟我講 你都不會說 我一定會說 我想說,絕對發方面 反正是缺水疏,没海军 六前又失礼 所以用招呼的方式 明镇,提醒这边 一律称为合议 他简单的理由就是 无信任,不然有人对中国有合法的主管 所以叫做合议 我们来合议,无信任 你是占領中国的皇帝 无信任 本来是帝子龙详青 就夹帝子龙,叫帝子龙的儿子 去跟帝子龙说 夹其家人为人质 对帝子龙施散 但是帝子龙熟读生知历史 不为所获 帝子龙熟读生知历史 所以不去受害 他常常都说 没有这样 有条线的 条线没有剃头脏 这样 原先说不可以 你如果要做我的臣民 都要剪满青头 他说我败的 我要败的条线 所以 他如果说好 如果好 他说我还要贴三姓的套队 福建 福建 庚当庚塞三姓的套队 我也要贴的 越说越多 卫生了 卫生了 这是卫生 这是谈判的技巧 好 这 在阶间 在合议过程中 是 英明果断 军师兄 虽然失败 但是 政治立场 是不错 但是万千冲一个叫做修来馆 修来馆 这是什么问题呢 167万年黄信正 岛清 说如果平台就要讲心 由心来心去讲 讲心 弘国冠级来诱使政经的部署 如果这样可以成功的时候 台湾有海险天险 我们也有那么多人贏 打去台湾 这修来馆里面 在张周卫讲究这个所在 该做修来馆 对乡学者文武官员保证 你来你是少是少位 你也要是少位 你是少将也是少将 你关节不变 你如果要参加千军 给你参加 你如果要不做千军 还会给你资予 普通八十年 你如果留辩子 给你五十两分 没有留辩子 也给你二十两分 如果来一生的 给你冠福 冠福 乞车 乞买 白云 你如果继续去 在成功的地区 也没有追究 这个修来馆很厉害 欧国钱给你买 你买,你买,你买走 给你走,还给你买 这样,这样 带下去还有一招 更厉害 这招是什么 这也说给你走 修来馆 将已经到航的名单公布 谁来到航 第几班,第几贏的 丢某某,林某某 谁来到航的名单公布 公布的时候 在买一些没来到航的人 名单公布 没来到航的人 看他们说 我怎么在航航 我都没航航 要航航 同事就说 你航航的 你要怎么滑下去 这反间纪 这修来馆很厉害 所以营内部 陷入疑神疑鬼 收点名字 无法自博 只有半年的时间 就有1,237人 冠完 10,000 宿兵1,639人 1,000多人的宿兵 那时候 在京 以前打台湾也要用2万5千名的兵 买手 送去中国 做肯方也要4万人 这1万1千多人 所以 有20% 25%的人都搭航去了 那这个国边 哪有发多仪器 所以你知道这修来馆 这家我们有用到吗 在台湾有用到吗 反共议事 你驾飞机来 我给你黄金五百两 你记得吗 但是他不能用 用这个 用这个 假照名单 假照名单 那家里面有三个训言 我们都给你公布 其实白来两个 第三个 不得我 对吗 这 我们现在有设定数 我们就知道有这个经验 我们就知道 对方可能会出这交 所以 所以姚取胜 这是 这是福建总统 要用海陆和六军两路 来打海盟的时候 海盟人心黄黄 都要做团王 所以 第一经 没法 回延武亭 侧兵回台湾东宁 所以第一经 为什么贴回台湾 的原因 就是 让修来馆修理 跟一个 很好的 所以我们回到台湾 回到台湾 从设立修来馆 和地境回到台湾 也很厉害的时间而已 所以修来馆很厉害 所以 所以 大家要注意 这种事情 现在在说 郑仙宫有一个部长很重要 叫做刘国宣 他将就先向郑仙宫 做 护卫后政 政 政 政是一个军队的名 叫什么什么政 就像说什么什么书 还是什么什么军 不知道一个政 有多多人 大概有军或穿人 叫做一政 刘国宣 刘国宣 正好秀简 大败 数度大败耿金中 所以刘国宣是很厉害的 将军 他有计谋 他要打海城的时候 奥国 穿到的衣 穿到的军 混入城中 在乘的中 放那小牛 所以清将 自义 三万清军投降 所以 刘国宣 只有奥国很少的人所 有法度跟清军 维持两三年不败 这是 这个奥国很重要 但是收到 收来館的影响 失明朗 跟失事者 有秘密往来 以师民梁和私注的両 栗子,这个栗子就要去导床 要去导床的时候就是 家卫按帝跟万千说得好 要把栗兼骗去边界的地方 那边穿滚再来包去 这样才把栗兼抓去 这是,所以每日跟栗兼亲近 要摇取圣,明灵,栗兼公道行的边两百人 再投行在栗兼这边,作为内应 栗兼,通宵达旦,喝少许就好 刘国仙,遗之 把栗兼说,栗兼听不下去 听不下去没关系 没多久,施民粮 探栗兼,没打随从的情况下 走到海口巡视 以便乘机,把栗兼抓去 渡海陷满清 但是这件事,让刘国仙知道了 刘国仙带二十个名 把他追赶,追赶 当场没跟这斯明朗梁的家庭说 把栗兼保护回来的栗兼 这是刘国仙的伟大的所在 这件事后,征讯两百名扎乡的兵 所以,斯明朗跟斯四者两人被杀 这两个人去台 这两个人是斯荣的贴 所以万全政府说 你斯荣可以赢 所以第二回 再叫斯荣再来打台湾 会援他们在这 一六七八年 刘国仙,在帝京连思五府之后 以沿海数十的周百来公来 取张平为海臣,八十三天 郑王有提督,段应举,总兵蓝马籍,清军三万鱼 马匹万鱼,东南大镇 这是刘国仙以前伟大的事情 帝京对刘国仙的战绩黑落 封为平北将军,五平伯 刘国仙,知道他有托孤之重任 托孤是什么? 可能帝京要死了 有托孤就是说,我们儿子你来自败 明明知道军西范有四组的阴谋 所以脱兵 就说,他打拼了,不要出来 所以后边的人跟刘国仙说 一戒五夫而已 因为是真强的那个将军 一戒五夫,只是一个母将而已 现在说军西范 军西范这个大甘 一六八一年,帝京世去 受到帝京的礼遇 怀安侯沈瑞 有一个怀安侯沈瑞 并将礼观郑兵之女妻子 郑兵的女子 给怀安侯沈瑞做母 但是因为女生不久 她老母亲太夫人 全把库存的黄金拿去抹 抹的时候,有人跟军西范说 这家家有钱,刚才拿黄金出来 这卖 所以军西范专来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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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经常拿黄金出来买的东西 也是一种露白 引起军西范 把这个抄家进班所有儿去 贪婪残忍,谋财害命 军西范做这种事情 军西范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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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宋的西班牙人,台三萬名的法輪 正常說準備要打律宋 但是正常說四季傳,沒有人還繼續 現在有人建議說 來去打,願領兵爭律宋 所以那個時候去打律宋,台灣的局勢不一樣 但是這個 但是馮汐犯反對,去打律宋要做什麼 馮汐犯,那對台灣優利的就反對 讓民政收起了機會 這就是馮汐犯,如果我變 這就是馮汐犯四季,克爽繼位 這個時候,冬寧亡國奔罪兩排 就是馮汐犯四季,克爽繼位 這個時候,冬寧亡國奔罪兩排 一個是留守派,以正克藏 這個藏,這個土是在西藏的藏的下面 草子頭沒去 所以我就,電腦部這次,我就寫藏土 正克藏,正克藏 另外一排是正式派,他說來反共大陸 馮汐犯,忌妒陳永華掌大權 所以就說,我們去西藏 沒有什麼利什麼功勞 所以他要退位 他對陳永華說這樣 所以陳永華說,對了,你如果退位 我也退位 我也不要中官,要去接武 結果陳永華傳沒有接武之後 馮汐犯就獨攬大權 馮汐犯 再,他有一個女兒 他有一個女兒,不知道他 十個女兒 仮給寺庆的女兒 十三四個女兒 這樣就連姻了 十三四個女兒的女兒叫鄭克爽 所以他这个里面有一个政变 在京去打台鲁,不先回来 他六八英年三个十六 他卧三十九岁四季 他的王位叫郑克常 这个土地藏的下面 托孤刘国轩,在位十九年 郑克常作为建国之后 他为人英明果断 有跟他阿公的情形 政经的修徒有聪明自柔 也就是郑克常的叔叔们 在台辞世弃压方向,占民土 郑克常不容循师,守胜不厚 所以这些他阿正,在京的修徒 他就整齐政客厂 准备把政客厂干掉 所以就就一个机会 就一个机会,说 阿嬷要找你 阿嬷要找你,要怎样? 专... 政客厂专... 要去阿嬷的父兄 他带的保镖 到第二个问题的时候 他说我在专弊呈这一支 而且阿嬷,在民土时都没有予保镖 所以他这一支就是用台式 政客厂 这个王位继承人到台式 专...专 ė帜是王朝 spacious 就郑克爽 帅作王,因为第二个儿子,郑克爽 所以 跟他老爸政经病亡只差两天 这就是三国时代的时候 何晋被十常侍所杀的翻版 三国时代何晋 也是一区王宗的时候 让太感冒十常侍台式的翻版 这个篡位已成了 一个家五天四三三位伴 还有一个 男人有心要自杀 一个家五天四三的伴 所以这个王朝全年 我们现在各国 都回来说市郎 市郎他们两个贴子 供台式后 完全政府说 这个市郎可以用 所以叫他来打 来打台湾 这是姚取胜 第四度推荐市郎 姚取胜就是驻福建的顺富 市郎主将 如果建议 圣者自己得手工 大家要唱功劳 这就是市郎的图片 这就是市郎 市郎 我们今天来说的 市郎的后代 有没有 美国国安局的那些 他说他是市郎的后代 市郎的后代 市郎的禁兵 用美国安局的这些 又是市郎 第一次 跟这个 明朝的 这个 第 竟原本 当时的 小月 小月之后 它还有 多大帝 这个东西的军兰 一六八三年七月吹八 西隆带两万华命兵 六百华台寸 为当铜山出兵来进攻拼鹅 台湾红兵刘国宣 通帅正式的保重 跟东宁的追思 人救尊者救 阿对抗 那时候外国人的判断 也是英国人战役的判断记录 正方海军仅有四五十艘战舰 粮食给予缺乏 就是说丁京这边 战力不足 这边战役 是四十一名名台湾的重量 一百五十五名的军官导航 一百华台的寸 四十八百名的寸兵导航 剑戏三百二十九人 辅兵一千八百名 但是士隆现在厉害 他善用心机 他给三牛适 来导航的兵 你有党家 还给你医疗 兵啊 你如果要回去台湾 奉行你们回去 还给你放板安民 免三年的负税和差役 你三年里面 免退冠天做事 还免到赛金 这个消息团到台湾 台湾的东宁的事情 就是顿时瓦解 这样 这攻心就会送呢 要见证 其实目标前 就是这样的攻心 用心理作战就贏了 所以我们在民政府要执政 也是要用心理作战来贏 这种事情 够看整个人就知道了 这个陈永华 我们现在说就是这个 这个 昂明天的会 昂明天的会是 丹英华所创立的 他先创立金台山 这是一个山 就是一个组织 金台山 什么山 什么山 他都叫做什么山 那 顺庄山 在潭湘山 是加入天地会 吟松文 起起在台湾的中华的吟松文 起起也是 祝天地会 返青 这个陈敬然 这个名字就是 伊天屠隆祭 有说到陈敬然 就是在说陈永华 这台湾的陈永华 这台湾的陈永华 顺庄山 他加在天地会 改为大陆山 创立信众会 这就是 顺庄山 也加在昂盟就对了 所以 台湾人对帆青的事情 出的共罗杜贼 这些 黄门 所以叫做黄门 是因为明太鼠是 朱红五 这个红 所以 在子天为父,姬队为母,所以叫做天地灰 鸿门的创始者,在红门中叫做万云龙,或者叫做万大哥 陈永华,用陈靖兰的名字来传布 创始者是帝圣公,整修者是陈永华 在台湾生日金台山,帝圣公做山主 这个祖筋很严密,就是这个祖筋 胸不大,地不小,胸地灰 就是说大家都听在那里,不说哪一个比较大 红字就是寒于四季中土 你这样看得出来吗? 红字就是头前这个草头,加一个核大,就是红 就是说,红门就是四季中土的祖筋 万云一关后,起来的都是江南美的隶熟 尤其浙江福建梁广,梁广 梁广是那个张宣宗的那个后台 李志成的后台去 那浙江和福建不一样 都是本队的人民起义 福建的战争最次剧烈 所以福建人是最大的欢庆 这跟红门天地的会很有关联 红门喔,为台湾团去福建 然后福建团去浙江,江苏,江西,广东,广西 交到全中国 红门天地会 所以 红门,还有一个叫青帮你知道吗? 青帮有什么意思? 一个红门 这个乾隆皇帝 说话,这个红门这么厉害喔 我自己成立一个对抗你的 叫做青帮 拿一条朝运喔 如果要这个红门做工人的喔 一定要加一个青帮 我万千的帮派叫做青帮 来到红门对抗 这次是青帮 青帮 青帮 所以台湾的中国都青帮喔 都没有爱中国的 台湾有很多 这个红门喔 也改名三点会、三合会啦 老歌会啦 攀门啦 攀家、青帮啦 清水会、匕首会 双刀会、小刀会 我很多名称啦 好 很多名称 这是喔 这是在中华喔 有一间廟 来纪念 鸿门的一个中军喔 这是另外一间廟喔 来纪念这个 红门的兄弟喔 在台湾 康熙喔 拿到台湾了 因为 台湾来 借先之吉 台湾锦丸之地 得之无所加 不得无所损 因为喔 外在台湾喔 这个康熙皇帝外在台湾 这个康熙皇帝外在台湾 怎么外在台湾 因为喔 外人喔 是汉民族倫靠的 不足1% 不足1% 同时喔 1644年的时候喔 原住人 隆重有 连女生来 孩子生来 有60万人 汉民族 有6千万人 那如果 再加一些 不足小金的 有一亿 那我们 6千万对 60万喔 只有一% 不足1%的人 来通知 汉民族 268年 看这汉民族 哇 漏蕾就好 这是漏蕾的民族 那漏蕾的民族 就跟孔悶思想 絕對有关联 我们来讨 这个 就知道 有些事情 台湾兵喔 台湾怕输了 完全政府 就跟台湾兵 怎么可以 让你抓到台湾 他本来的意思 就是说 台湾兵 都要去中国 台湾兵 都要去中国 台湾 都要去中国 都要去中国 台湾虚其地 那就好了 改革了 西隆反对 因为西隆 台湾已经有 一万八千家的追残 做好了 七五百把他对着 那我现在都没有什麽 太麻烦了 原来 vão 建议 庚思賓她说 好啦 不 不自己反对 不自己反对 但是 就派这个台湾兵 来 雅克萨 这个他是北海道 这是黑龙江 在黑龙江的北边 这是韩带地方 叫热带的台湾兵去韩带那些小战 那是什么意思 父亲嘛 所以同样 这些就是 这些建政就是说 建议的国家 会把对方的人民 当作赶死队 就让你去死 来亚克萨战役 这是 你要去这个网站 台湾人的台湾数网站 这是我下的 www.taiwan.us.net slash history 这个炒起来 那看都不用钱 我由于荷兰时代 写到这个 荷兰时代日本支 DC王朝日本支 万青巨台213 日本时代 回台台湾人 要收过下一份罗雷 对啊,台湾海外网都有 这个 万青跟台湾有16次的议和 有16边 好 好 台湾观的 就来观 现在说一下红萌的 重要的事情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布阵 一个堆穀 一背在那里,一背在那里,一背在那里 这样什么意思 有人知道吗 这个 叫做牧羊症 要找人,试探用 要怎么打开 你看到这个盆 这个盆子这样放 你要做什么动作 下面就是说 从外面的这背在那里 拿在那里 拿在那里 要念一首诗 但是 牧羊症来 是天坤 他去专兵 一点红 即使吉凶来寇问 不要把红营捅外银 你把他做外银 放在外面,我给你带一次 一带一次 哎,你是红营捅外银 这不说话 就知道 你这是红营捅外银 所以 我们林松门 起去 台湾第一万千的时候 三年一秀 五年一大银 跟红营捅外银 都绝对有关联 有阻止 有兄弟 你不认识的兄弟 去到一个地方 就可以交到朋友 那这一杯呢? 这一杯水 那一杯茶 那是什么意思? 他说 双农争欲症 这 这 答案 他说 打了清水 换紅茶 我们两个都是同一家嘛 不要一个清水 清水 清掉那些 清给你打那些 那里面给你添紅茶 也有一个小时就对了 打了清水 换紅茶 到处大尾是紅茶 在前凌晤来去喝 我们相逢不用缩饮料 我们相逢不用说 什么原因 我们大家都是空清的认识啦 还有 单刀独马阵 一个地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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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阵 可以叫对方 自己去喝 那个地骨 不可以叫的时候 就把地骨抖上去 这就是 这个地骨抖上去 你如果有得到 就喝下去 如果没得到 就去拍音室 要再重庭 再重庭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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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很多 我们 时间不太多 看着就好 布阵 三个放在那儿 三个放在那儿 你这个 把它喝下去 桃圆结义 要说 中心的一碗 拿起来 移开两 两瓶 旁边两碗银子 就是啦 桃圆结义 刘冠冠 兄弟 雄中 兄弟 弟 使命 勇 不服 祖公 心在寒 万古 柳方 柳团 祟母兄 不胸 不胸 这就是说,这个… 这,最大的这张 他这都要用,蛮竹喂链啦 因为当时这个,这个,大年法也是,全球浪 他还有中心益气查 我们说较快的,我们的时间没多 这就是,布針,防罢坑的 你就把防罢。liant起来 要给破阵 这不用再摔得清楚 这些是布阵是这样的 把这尾拿来放在哪里 这样是什么意思你知道 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是什么名条的名字的意思 这样有这个意思 添水玉震 离世拉 天水玉震 这两个拿到旁边 这就太沉浸了 但是 有这些答案 这些答案为何来 因为 时隆来打台湾的时候 政客上把这些红门的这个 股料会给这个团 转程的这些东西 放在池里面 池里面 然后把它添掉下去 添掉下去 160年后 去让 乎面拿起来 乎面拿起来 看到这些文件 所以这些文件又定音 这个字叫做海底 所以在海底这些字里面有写这些东西 这这样 布阵是这样,这两个三个 这一个两个后面更多 这是给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不必要完全一样,因为现在没有人在流行这些东西 福祖登基证 上面一个,这个拿起来 福祖登基 何用来一些地方 品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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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的pow point做的不好 大概说到一个位置 这个昊盟的事情 让我们大家知道是由台湾开始的 青帮是乾隆皇帝要对抗鸿门 主要的方式 这个昊盟老到今天又有帝 昊盟又叫做参主 台湾最大的参叫做金台山 主要的领导者 其他有各种不同的参名 这个昊盟的对方就是青帮 青帮就是破坏昊盟 所以顺床山加入是鸿门 青帮加入是青帮 所以这个里面有区别的 台湾同时三年一休饭五年一大乱 就是因为 西郎在台湾的时候 把完全政府拿出来的建议就是派官员 属兵来台湾三年一休饭 给台湾台湾台湾没有在世军 他的母子都放在中国 不能带来 他的母子放在中国 要做什么 你如果既然台湾台湾翻清的时候 就把你母子带来 所以 当时台湾不是欠女子 有朝暑女子来台湾 朝暑女子来台湾 朝暑女子来台湾 大家去攀슾这个 stack 啊 请问你就要看哪里 啊 看啊 看人 看哪里 摄河 嗤嗤嗤嗤嗤嗤胖哔嗤嗤嗤 掌嗤嗤嗤骤嗤嗤嗤嗤 moments 哼嗤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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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嗤 或是要問哪裡? 沒有人在做慘的樣子 不看不到 問手,看有錯嗎? 要還有嗎? 頭髒,看不到頭髒 看頭髒,看頭髒 我告訴你 摸屁股 我告訴你 摸屁股 摸屁股 看屁股有滑嗎? 以前沒有摸屁股 你如果滑滑的,那些都二肌比較大 摸屁股有滑的 你如果後天還沒摸屁股 那叫做幼股的 所以現在檳榔西施 叫做幼股的 由來就是這樣來的 不是說幼股的,趁再給我 如果幼股的,這可以出比較大的價格 會摸屁股 董事有種的情形 這樣好,今天說要吃幼股 好,感謝 請起立 請你 請一下 請一下